保姆手麻摔死鷹,拖十小时送医疑点重重。 这名妇人匆忙抱着孩子进入急诊室,无奈怀中的女婴最后还是不治。 基隆市这名领友执照的保姆张嘉文,受雇照顾两名未足碎的女婴,上周二晚间十点多。 其中一名女婴奶喝不多就大哭,她抱起女婴边安抚边走向房间, 却突然手麻,让女婴摔落地面,高度约一百公分。 她抱起女婴检查并无明显外伤还有哭声,便抱回婴儿床。 半夜她起床检查女婴仍有反应,就继续入睡。 隔天早上八点多,女婴异常没醒来,且双手瘫软,她赶紧送医。 并通知女婴母亲,但女婴昏迷指数为三,且瞳孔棒大,在家户病房抢救五天。 昨天凌晨因头内血块,全身水肿,呼吸心跳衰竭宣告不治, 家长也赴警局报案,双亲伤痛欲绝。 基隆地检署检察官昨天下午到基隆长根医院太平间相宴。 警方调查女婴母亲赖丽丘,去年八月产下女婴黄品鱼, 透过网路找到同社区领友证照的保姆张嘉文。 以每月一万六千元全日拖周一到周五, 张嘉文同时照料令名未满一岁女婴和自己五岁儿子。 发生意外后女婴父母质疑,保姆竟然在女儿衰递后, 隔十小时才送医,先有过失。 警方讯后一夜误过失致死,将保姆送办。 而保姆接连出现意外,也让家长人心惶惶。 其实几天下来就是看蛮多则新闻啊, 就心里其实都很害怕, 一看的那个新闻,自己都会第一个想到小朋友, 是会还蛮担心蛮害怕的。 保姆要找口碑比较好的,比较有经验的。 还是会担心的,所以基本上应该会找至少要有证证, 然后看一下国际的环境。 我还是觉得自己带比较放心, 会先以家长辈为主吧。 基隆市社会处表示, 证明保姆因居家环境优良, 许多父母对他赞誉有加, 但目前已建议他暂时不要照顾婴儿, 日后能否继续职业, 还需由保姆托育制度管理委员会审议讨论。 律师指出,保姆涉嫌业务过失致死, 可处五年以下徒刑, 女婴双亲也可提名事求偿。 彭宛如文教基金会认为, 见孩子衰落应立刻送医检查, 证明保姆明显处置失当, 医师建议抱小孩时若察觉手麻, 应赶紧变换姿势, 以免孩子衰落。 学者则建议建立婴孩安全通报流程, 让辅导单位及时管控保姆, 才能确保孩子安全。 动新闻综合报道。